如果是不能夠納兩分的話,他們將會很被動 因為奧查洛夫和蘇斯都沒有一個絕對的實力對付韓國隊的球員贏 好,現在出發第一局較量,紐成文的發球 一開始發球搶攻了 一開始他還要發前球,漏打的 即是他直跑不是說我發著短球制你先 因為要知道他本身的短球也不是說最飆青 所以他仍然先下手為強,以搶攻為主 你不像馬林那些 一放一個短球就逼你猜起上來,讓我打 到了波爾發球,這一輪應該說是佔上風 儘管現在接發球的柳成文還是比較空 搶也很緊要,但是命進率受了影響 1比3 好像有些警告的意思 現在波爾對柳成文的打法非常了解 我就送給你正手 你先打我吧 我先防你們兩板 第三板我才會上攻 空有成竹 但是給柳成文的側身 這番球就比较防 因為有直線有斜線 而且直線這個球 剛剛打到死穴這個位置 速度又快 好,4比2 波爾還是領先 5-2 現在這樣看,波爾的狀態不錯 好啊 這屆賽事我覺得他不錯 是啊 擦邊 對 2比6 柳成文開局不利 第一分就搶得最爽 然後走上不聚才了 現在波爾跟他打一個不怕 和你打上船球 嗯 我就是撩起來 對了 反手就是撩起來 正手就是撩起來 鬥上船 和你 鬥穩健 鬥落點的控制 因為他現在左手 怎樣說都佔了一點便宜 在線路上面 因壓壓著柳成文的反手 你們都不得而正 這分還算擺脫了波爾的糾纏 用推檔而贏這分 還是7比3 領先吧 波爾 錯 好 最乾脆就是這分 因為波爾猜球 出了意外 給了半高球 7比4 好 柳成文漸漸 所以現在 對他的節奏稍微 控制得好一點 嗯 他一定要講究控制 是啊 打起對攻上來 正手也有一定的威脅 所以波爾現在稍微 停一停 先 折一折你們氣 因為現在是 九成文的花球 來 5-7 左側旋 左側旋 波爾 吃了法球 這個球 他沒有加力 直接碰過去 利用對方的旋轉來控制落點 比較冒險 快一點 6-7 比分慢慢接近 對呀 埋牙才好看 嗯 再平衡 我想 柳成文就要靠這些來 制 波爾先 他也是 亞洲球手 但歐洲球手 尤其是直把 這樣打才有運行 學到馬林那些東西 是啊 大家都直把 為什麼你得到我 不行呢 嘻嘻嘻很多時候 馬林得到他不行 哈哈 搶得很凶狠 很可惜 又是出街 差跌而已 不過以這個法球 本身也真的 有些半機會 給你 扭你打 最近說的波爾 波爾的法球 有時候都是 手不太聽洗 發這些波 發得不太短 發得過場 出了桌子 是被人搶攻的 我記得上一次 不知對哪個隊 不記得了 最後輸的波 就是這個 好了 九比七波爾還是領先兩分 到十了 那就是局點吧 波爾 進入角色 波爾好像早了一點 他知道他自己身上的 膽子很重 挑打 波爾 波爾今天的接法球 不用力 全部借力地擋 所以對球過去 沒有什麼大威脅 落點雖然 都還可以控制一下 但是球的高度 很難掌握 會不會第一局 就是這樣 換到第二局 可能會變 波爾 看看會不會變 對 十比八 波爾 波爾打這個 十分以後的球 這次講的球 好像輸得多 贏得少 對 其實按照他的心理質素 等等 在歐洲球手當中 都算是很出色的 不應該有這樣的狀況 希望來到本決賽有改善 自己兩個法球都把握不到機會 對 其實我覺得柳成敏也是接法球很成功 他也是和一些很短的短路球 基本上 波爾想 無論如何 你都打不到法球搶攻 那就是因為波爾的法球 旋轉不是那麼強 嗯 好,十比十 好球 這個球打得好 被動轉主動 這些也是波爾的食股位來的 對 我經常勾指導你都教 一邊對兩邊 哈哈哈哈 九成敏依這球是輸蝕的 那也是 你提醒了我 對 他兩邊打人家一邊 好,幫幫他 對了 所以波爾呢 剛才其實 輸兩球 自己發球的分數 都是 短路球 那些線路短的球 他是輸的 後來這兩分 拿下這一局的兩分 就是 開明居馬 打回一些線路長的 這樣就不怕你了 這一球其實都已經被柳成敏上了手 但是他也不怕和你打 這個是他而已 都要求對方上手 只不過你不要第一把打死我 是的 打開來打對攻啊 雙齒啊 那麼波爾呢 應該說 心裡面也是很高興 是的 繼交鋒戰績呢 對上一次 08年男子世界盃呢 可能有些觀眾會有印象 當時波爾呢 4比0橫掃就是柳成敏的 就是怎樣也想不到 當時08年是奧運年 你說前奧運冠軍呢 還是那個狀態 恢復不了上來 就是說 柳成敏始終 這幾年被人救病了一件事 就是 他的技術隔身是不夠 跟不上潮流和時代 那只是靠那個拼字呢 就是有時候在這個社會 大家都知道 不一定走得通